大家好,這部影片播出是7月8日的 大家好,我們這節是講講股的 大家好,韓子江 上星期五有個重磅消息 比特幣被人拋穿了6萬元的位置 去到5萬5千元美金那邊 圖說跌穿5萬7萬元 現在5萬6萬也穿了 那我之前說過 現在也有5萬7萬 這一刻就有5萬7萬 穿了6萬,其實說真的 在這個國泰文康 很多投資者覺得天下太平 可以賺大錢的時候 竟然比特幣這樣 比特幣本身的走勢 有時候也是比較詭異的 有時候也是給其他資產 走快了一步的 那所以它跌穿6萬元 去到5萬7那邊 就是不要當它沒事 都是要留意的事情 那這個未來在美股時段 就可以講多一點 那跟著 今個月的重頭戲 那當然是三中全會 7月15日至18日開 在北京召開 那會不會有些驚喜呢? 的國策呢? 那這裏呢 我就在Google 展示出來 那它說 這個是中國燈華社 報道確認 中共中央政治局 6月27日召開會議 決定 20屆三中全會 7月15日至18日 在北京召開 會議主題是 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的現代化問題 韓子哥 來到這裏 你在這方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 真的不敢肯定 不敢肯定什麼事 沒有什麼接班的問題 什麼都沒有 但是 可能某一些政策 但是出什麼政策 不知道 一定是有些政策在醞釀 但是不知道 因為其實金融戰還沒打完 美國一天還沒肯減息 那你說7月15日至18日 有一些政策正在醞釀 要救一救市場 救哪一邊呢 都是等出來才說 總之人事上 沒有事情搞 只是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政策去救市場 因為美國人不肯減息的話 其實都是民間那邊 都有點痛苦的 是 那 那 又是有這麼巧 在六月尾的美國的三毛結算 也都是 有史以來 那個 微平衝合有很多 就是說 之前玩那個棋 是非常大的棋 那現在平海倉 那就玩個新的 現在其實整個城市 就沒有什麼太大特別方向 除了說比特幣結穿六毛之外 是 你當它是一個新遊戲 重新游泄開始 又遭適 中國 在七月中 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 如果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政策出來的時候 不單止影響到中國 當然是 全世界都會有影響的 所以 現在這個狀態裡面 有點像 金融市場裡面 好像下一波的大股變 我們看看這個行數 這個月線那張 就是三 三年那張 三年那張 在這 三年那張 是 那 其實我們經歷了 由2011年 的大跌浪 跌到呢 是近期 就叫做 就是測了兩次 14000、15000 可以看到 橙色的圈圈那裡 某個程度上 你說 是 跌完了 進入牛市一期 那這個 機率都不小 可以這麼說 所謂牛市 就是一浪高一浪 那 恒生指數有沒有可能 跌穿14000下去 13000 12000 18000 這樣 有沒有可能呢 低一點 是不是 已經做了兩隻腳了 再做多次都是 因為 就是 下去 14000 15000 那都不創新低 所以 某個程度上 大機率呢 恒生指數就已經結了 底部了 那 結了底部 自然 所以 一步一步走上去 所以說 牛市一期 那個機會都大了 OK 那 那 你看到下面呢 那個 叫做 Stochastic 類似RSI 那樣 在周線圖 都已經落到很低的了 那 所以恒生指數呢 跌到這裏 就應該 應該 應該 啊 就 就是 大機率 都有可能 短期的低位來的 但是呢 我就 有些的現象 我看到 就 變成了我就不能夠 這麼樂觀 那 有什麼現象 看到 就是 就算現在周線圖 oversold 但是 都不是那麼穩固呢 麻煩你 何志光 日線圖那裏 就是 一年那個 是啦 你看到這個日線圖呢 黑環的橙色線呢 就是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大概17,000左右 OK 那上幾個兩個星期 我們都講過這條線的了 就是 如果要回呢 撞到去17,000 那就應該 是有個比較好的支持了 那些線 我想很多好友都會盯著的 不只是我 很多好友都盯著 而呢 不好的呢 就是上面已經形成一個下降軌 一個很穩定的下降軌 你看到 那些下降軌 一天呢 不打破這個穩率呢 它一路可以慢慢慢慢的 就是向下走的 OK 那所以呢 就變成呢 就是 之前那一幅 雖然在周線圖 已經是超賣了 oversold了 了 恆生指數 我都不夠膽 或者是不夠 那些人 不是很放心 它真是建築的底 就是一來有個下降軌 二來就 一落到18,000 下面牛熊政呢 那裡呢 就堵住一大堆牛的 OK 堵住一大堆牛 而數量呢 就是很合理地 有一堆好友在那裡 那 基於如果散戶穿了18,000 在那裡買又有下降軌 那就真的這個階段不用說市短期見底 又加上六月開盤 七月那個期子倉在上面 現在我們在期子倉的下面 其實有機會都是淡倉主導的 所以這個月如果說指數來講 就暫時來講都未必太過樂觀了 要讓它完成了這些調整才敢入場 如果玩期子啊 玩指數那些 但是整體的市況呢 我剛才講到就是 既然已經試了兩次 其實有機會我們在一個牛市一期的狀態裡面 那牛市一期的狀態呢 就是現在的那個狀態呢 其實就好過半年前或一年前很多 其實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看看 現在人生指數正在調整的 由晚九點飛下來 又有一個下降軌在這裡 省戶又這麼擁躍在那裡 那其實這些都不是一個現象 但是呢 其實這些股份呢 就做得不差的 就是這個股份的狀態 我們看看另外一張 有9988和700 我們看兩隻大股 恆生指數 兩隻大股 9988就是表現令人失望 基本上 但是呢 但是呢 它是做了一個大型的底部 它拖低恆生指數 因為它是由六十幾元起步 去到八十幾元 八十四八十五 然後射回來 是不是呢 跌幅都厲害的 又八十五元飛回來 七十元邊 然後十元那裡二十個百分 你是一隻恆生指數這麼大的股票 但是 它又打不穿底 你看到這個 這個真是牛皮到不得了 而這個底本身 已經走了兩年了 其實 你看到已經走了兩年了 所以 雖然它是拖低恆生指數 雖然它做得不好 但是絕對是 絕對是值得留意 就是它那個波動 因為如果它 它是離開這個底部的時候 它向上的時候 那個波幅是很大的 現在 現在七十幾元 那上面的位置八十幾 九十 再高一點一百二十 那都是個底部的位 那在那個底部 你贏的底部也贏到笑 如果你做得到的話 那下面第二隻 七零零 在恆生指數有下降位調整 由萬九點飛落萬七的時候 七零零零零零 tweet 居然 外面呢 外面呢 說到它呢 有很多 很多南非大股東又入貨,進來香港準備動這些東西,很多這樣的聲音 但是它是恆生指數最強的一隻,在接近高位不肯回 所以恆生指數這個調整,其實表現到比半年前一年前好很多 那時候什麼都下跌的,現在其實有一些真的不下跌的 最後我們沒有投資意見就不會給的了 不過在這裏純粹是提出一些大家可以欣賞,可以了解更多恆生指數現在的走勢,狀況 我們看第二章,何時光,是什麼強股呢? 我們很多次都提過了,中國電信股728,941那堆 那堆恆生指數這次回是完全沒什麼反應的 728直接創8年高位,中國電信創8年高位 OK?超強,你恆生指數下跌嗎?中特股其實有部份根本就不理你 不理你的,它自己走的根本就不理你的 那在恆生指數的調整裏面有一大堆股票是向上走的 那另外一隻股王,857,857,上次我們說完這次就再高一些 那在每一個牛市的背後,在牛市一期的時候調整 那如果市裡面有一堆股票是強的,那其實也是一個引證 這個市底是強的,OK?那其實也是一個牛市的象徵來的 雖然很多人現在看港股還是很悲觀,OK? 好了,我們看完那些漂亮的,那也是,整個恆生指數 整個港股,點子這四隻是漂亮的,走勢好的,還有很多 那大家自己做研究,自己發掘,這個 857,中石油,看一看 厲害啊,這些,我沒有叫人買,叫人欣賞走勢 我們看差的那些,什麼會差呢?那這隻真的差了,我們講過 我們講過幾次的了,1299 有幫 有幫,我猜猜他穿了60元之後呢,頂得到啊 那現在就靜靜地落到50元 50元邊了,即是由60元移到50元邊又沒有什麼聲音 但是,你60元買,現在去到50元邊,你跌了十幾個巴仙的了 其實很肉痛的,那下面呢,上次做過底四十幾元是大成交的,OK? 那現在呢,就再下來了,看看會不會又試回四十幾了 那就是因為他就太過靜音音了,下來了 沒有什麼聲音,又不見十元 那會不會真的,那個下跌趨勢未完呢? 那大家又是,就是要慢慢欣賞了 291,華潤啤酒啊 那第二款呢,就是做得比較差的,就是中國的消費股 那我拿著華潤啤酒出來,那很多的消費股都做得很差的,OK? 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跌完,它現在都是PE15 沒有跌的時候,是二、三十倍PE,那是股值是一個問題 那加上中國國內那些茅台啊,又說要減價,那些消費比較差些 那你的市盈率又高,生意又做不到回來,那自然就被人懶賞了 那這些華潤啤酒,那些國內那麼厲害的啤酒呢 理論上來說是天之嬌子的,那但是在現在中國的環境裏面 普遍的消費減低,那時候其實它這幅圖的樣子 都是做得很差的,很危險的那種 那所以這一類的股票呢,就是普遍來說都做得不理想的 那所以現在在港股的調整裏面,我們再留意哪些股票做得好 哪些股票做得不好,OK?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在下一步,下一次的時候 調整完的時候就知道應該怎樣下去了,OK? 那海子江,那有什麼可以補充啊? 時間都差不多了,好,那我們… 這裡吧,吹水,OK? 好,就這樣吧,好,拜拜 拜拜